称,近日一位顾客向星巴克员工抱怨说,六名警察也在店里让他觉得很不安全。 接到顾客反应之后,星巴克员工竟然将这几位警察却离了星巴克咖啡店。 这一举动,引发了警察们和众多网友的不满。 7月4日,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警察局的六名警察,在一家星巴克喝咖啡。 这时,星巴克的一名员工向他们走来,告诉他们店内有一位顾客,抱怨他们的存在,令人不安。 坦佩警官协会为此十分不满,并在社交媒体上释出了一系列的帖子来陈述当时的情况。 据称,这名星巴克员工告诉他们,要么换个位置,离开那名投诉顾客的视线范围,要么直接离开咖啡店。 斯科斯戴尔路的星巴克咖啡店,协会主席罗布费拉罗认为, 警察们在此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一种不幸。 费拉罗对外媒说,人们好像已经普遍认为, 自己不需要信任警察,或者自己无需为警察提供服务。 这种做法让警方非常困惑。 他们付出了诸多努力,来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但人们竟然认为,警察是不安全的。 协会主席罗布费拉罗,7月5日,警察联盟也在社交媒体上评议了这一事件,称这种待遇是令人心寒的。 他们称,尽管星巴克员工的言辞很有礼貌,但提出这样的要求完全是无理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待警察的方式,和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在今年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协会称,他们没有把这一事件归咎于星巴克这整个品牌,并表示,期待与星巴克沟通合作,推动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 虽然协会称其秉持住开放的态度,但7月6日,协会在社交媒体上,释出了一张模仿星巴克标志的图片。 上面写著青岛星巴克,漫画中有一只手将咖啡杯里的东西倒出来,并覆盖在星巴克标志性的双围美人鱼图案上。 这条帖子的配文为,不要感激at Starbucks星巴克让坦配警察在7月4日离开你的门店。 这其中有几个警察,是为这个国家战斗的老兵。 协会在社交媒体上,释出了一张模仿星巴克标志的图片。 这起事件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青岛星巴克的标签,也在社交媒体上流行了起来。 社交媒体上有人评论道,顾客对那里的警察感到不安全。 为什么? 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位投诉的顾客,应该自己离开。 而不是让警察离开。 这真是太可耻了。 还有人说,我呼吁星巴克关闭全国所有门店,并对所有员工进行反警察偏见培训。 当然,也不乏有人仍在质疑警察的公信力。 他们认为,警方应该反省自己怎么会失去群众的信任。 在外媒的采访中,星巴克公司的发言人透露,他们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有关问题的细节,尚未完全了解。 星巴克公司的公关总监,雷吉伯尔赫斯说,我们对坦佩警察及其对社群的服务深表敬意。 他说,星巴克和警察的关系一向很好。 星巴克咖啡馆经常举办与警察一起喝咖啡活动,以培养良好的社群关系。 伯尔赫斯称,星巴克已经向坦佩警察局正式道歉,并与警察局局长莫耶斯进行了商谈。 来讨论此事件的处理问题。 伯尔赫斯说,如果星巴克所做的事情,与其使命和价值观不一致,那他们就尽力去解决这种矛盾。 如果再次遇到类似的事件,他们也会秉持住这种理念去处理。 伯尔赫斯表示,他很高兴能与坦佩警察局保持这样的联络。 据称,提出投诉顾客的星巴克员工,还未透露姓名。 星巴克也表示,他们不会透露,这名员工是否因这起事件受到了纪律处分。 据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就在去年,有两名黑人,在星巴克店内等他们的另一位同伴。 几位费城警察进入店内,对他们实施逮捕。 当时这起事件被周围的人录成视讯,在网上广为流传。 后来,费城警察局长向这两人公开道歉。 星巴克也为此暂停了8000家分店的营业,挑了一个工作日来,对员工们进行种族偏见培训。 而坦佩的这家星巴克,就是这8000家分店中的一家。 王朵朵。